取高贺寡 战国末年,楚国的寝香王经常听到有人说宋玉的坏话 于是就把宋玉召来,当面问他 先生恐怕是有一些行为不检点的地方吧 不然为什么各个阶层都有人对你不满呢 聪明的宋玉一听这话,知道大事不好 灾难就要临头了 赶紧扶在地上,诚惶诚恐地说 是的,大王说的也许都是事实 但我还是请大王能够宽恕我的罪过 容我把话说完 寝香王答应了宋玉的请求 宋玉就讲了一个故事 在先王的时代 有位歌唱家来到楚国的影都 当他开始演唱通俗歌曲《夏礼》和《八人》时 有几千人聚在一起随声喝唱 接下来他唱起了《民谣》、《洋娥》和《泄露》 这时能跟着合唱的还有几百人 最后他唱起了高雅歌曲《洋春》和《白雪》 这时还能跟着哼哼响的 就只剩几十人了 而当这位歌唱家将舞音的美妙发挥到了极致 创造出了一种悠扬转 令人令人陶醉的意境时 仍能欣赏和跟唱的 就只有几个人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说明歌曲越是高雅深奥 能跟随合唱的人就会越少 故事讲完之后 宋玉偷看了一下请相亡的神情 只见他若有所思 频频点头 宋玉心里有底了 于是更是放大胆子 高谈阔论起来 所以呀 在鸟类中有凤凰 在鱼类中有大坤 凤凰震翅高飞 可达九千里云天 那些在篱笆间跳跃的小雁 又哪里能像凤凰一样 直到天高地大呢 大坤清晨从昆仑山脚出发 中午来到渤海湾的节食处晒太阳 傍晚又到孟珠湖 去歇息 那些只会在小水塘里打滚的小泥 又怎么能像大坤这样 探测江阔海参呢 其实 岂止是在鸟类中有凤凰 鱼类中有大坤 人类中不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吗 他们美好的思想和行为 都超出于一般民众之上 那些凡夫俗子们 又怎么可能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宋玉的这番辩解 终于使请相亡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并因此而避免了一时的祸患 但是宋玉这种自命清高 妄自尊大 孤方自赏 脱离民众的言行 却是不足为训的